月娱故事 越听越喜欢 欢迎收听月娱故事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故事是 玻璃瓶中的妖怪 从前 有一个很穷的斩柴潮夫 他有一个很聪明的儿子 为了供这个儿子读书 潮夫一直很努力地做事 不过他实在太穷了 终于有一天 连学费都给不起了 唯有叫个儿子回来不要读书 和自己一起斩柴 唉,儿子 我觉得你都做不惯这些粗重事 但是没办法 爸爸实在没能力再供你读书 老潮夫和儿子说 不要紧了,爸爸 只要靠自己双手赚钱 无论做什么都是光荣的 儿子很生性地回答 于是 这个儿子就去旁边屋 借了一把斧头 第二天天蒙光 两父子就一起上山斩柴了 他们两父子很努力做事 一斩眼就做到中午了 两父子停下手里的工作 坐下来休息了 儿子看到四围的景色就说 爸爸,你休息一下 我想又去森林里走下 说完就走进森林的森柱 走下走下 走到一棵枝叶茂盛的老象树前面 突然间这个年轻人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说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嗯,这把声好像在地底传出来的哦 于是他就大声喊了 你在哪里啊 接着那把声又回答 我在这里啊 就埋在那老象树的树根下面 快点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啊 于是这个年轻人就走到那棵枝叶茂盛的树根旁边 开始向下画了 坑画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大 那个枯构声都越来越明显 一个玻璃瓶突然间出现在这个年轻人面前 这个年轻人一执执起玻璃瓶 一只青蛙似的动物在瓶里跳来跳去 放我出去啊 嗯,那只好像青蛙的东西又在这里喊了哦 于是那个年轻人就掀开玻璃瓶的瓶盖 那个精灵吊一声 在玻璃瓶里边飞了出来 没多久而已 这个精灵就变成一个十分得人惊的妖怪巨人了 啊,啊,啊,啊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就是威力无穷的妖怪巨人 哇,这个妖怪巨人啊 用很多人的声音跟那个年轻人说了 我是因为受了惩罚 被人困了入这个瓶里边 你救了我 我要扭断你的镜 那个年轻人听到 那个心其实很害怕的 但是他知道 这个时候一定要淡定 于是他就说了 哈,你如果早点告诉我 我一定不会放你出来的 那个巨人妖怪听到之后就说了 不过,现在已经太迟了 那个年轻人继续很冷静地说 因章仇报 不过,好了 你要杀就杀 但是 你要向我证明 刚才就是你困在玻璃瓶里边 我怎么知道 你是否其他妖怪变的 除非你可以捐入这个玻璃瓶 那就证明到是你了 我就任你处置了 那个妖怪巨人听完之后 很囂張地说 嗯,这个简单啊 于是他一面说 一面把身变小变小变小 再缩进玻璃瓶里边 那个年轻人一见他缩进去 就立即用瓶盖盖上盖 然后就掉了瓶了 这个时候 年轻人准备回去 但是 又听到那个妖怪 在这里叫救命了 哎,放我出去啊 放我出去啊 不过,今次那个年轻人 没那么容易上当了 他跟那个怪物说 我才不会那么笨啊 放你出来 又要领断我的脖子 今次那个妖怪 在这里扮了可怜的说 哎呀,我保证我不领断你的脖子了 我发誓了 我这种妖怪 如果说大话的话 就会被神仙杀死的了 我求求你了 你放我出来 我会给一大笔财宝你 我发誓了 那个年轻人听完之后想想 嗯,不妨再冒一次险啊 于是 年轻人又拔了个瓶盖 妖怪又变大了 今次他真的没有说大话 他对现了自己的承诺 送了一块 好像胶策那样的东西 给年轻人 他说了 那你用他一边在伤口里 轻轻碰一下 所有的伤口 全部都会好 如果你用这个胶策的另一边 在钢铁上碰一下 所有的钢铁 就会变成钢了 妖怪说完之后 就消失了 于是 这个年轻人就带着这东西 回到爸爸身边 爸爸就对他发牢骚了 抱怨他 偷懒了半天不做事 年轻人就说了 爸爸你别生气了 我现在就去斩树 说完之后 这个年轻人 拿出妖怪给他的胶策 在斧头里 轻轻地拆了一下 然后 就将斧头 对准一棵树 一砍砍下去 哎呀 糟了 斧头砍下去之后 一棵树没有垂 但是斧头崩了 年轻人很奇怪 就去问了 爸爸你看下 为什么这个斧头 这么容易烂 变了型和 老潮夫一看 好生气啊 他就责怪儿子说了 一天都是你了 又不好好地砍柴 你看下 弄烂了把斧头了 不要生气了爸爸 我赔回去就是了 赔? 你拿什么赔? 哎呀 你去买了你把斧头了 不够那些 我再赚回来 然后 赔回一把新斧头 给隔离屋了 老潮夫很无奈地说了 然后这个年轻人 就拿着一把烂了的斧头 去到一家金舖 金舖的老板 研了下那把斧头 再放在城上边一程 就说了 哇 年轻人 你这把银库 值钱啊 我帮你买了它 给你400个银币 好不好? 然后 这个年轻人 拿着钱 很开心地回到家 把所有的银币 都交给爸爸 老潮夫看到很惊讶 他就问了 那么多钱 你在哪里得回来的? 于是 年轻人 就将在森林里面的奇遇 告诉爸爸 现在 他们一家有钱了 他可以继续回学校读书 读完书之后 这个年轻人 又利用妖怪给他那个 可以医治各种伤口的交叉 变成了一个著名的医生 四位去救人 帮人 故事讲完啦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